當然是一定會參選 政治上的合作 不能是好像你私相授受 不甩在野團結說法 柯文哲這番話 讓總統大選藍白河空間越來越小 但如今就算國民黨和民眾黨 願意整合拚勝選 最新民調數據來看 優勢已不在 因為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調查 政黨支持度 民進黨拿下36.8%支持 民眾黨支持度17.8% 國民黨則是17.1% 國民黨加上民眾黨 藍加白沒有大於 民進黨 必須要團結努力 最後整合起來 尤教授也不必生氣 我們只是說 因為媒體民調 好多家都在前天 昨天也都分別公布 而同一份民調也顯示 侯友宜的支持度只有13% 朱立倫接連兩邊 都在質疑民調真實性 不過國民黨被超車 甚至輸給民眾黨 淪為第三名 當內小雞都趕到警訊 基層的民眾都普遍希望 在野的總統候選人 可以整合成一組 是不是因為目前整合的方向 沒有辦法達到一個有希望的騎乘 繼續的追蹤跟觀察 什麼原因讓藍白失去優勢 學者分析 國民黨最近幾個月 無法擺平郭台銘 甚至中南部議長還退黨選邊站 引發支持者失望 民眾黨在啃視國民黨的基本盤 藍白表現太荒腔走板 以至於如果不選擇賴清德 好像台灣就會滅亡 提出更多的政策跟政績 人民有感施政 所以會反映在近期的民調上面 隨著賴清德成功結束友邦訪問行程 加上穩步推出政見 泛藍陣營儘盡管嘴上喊著團結 心裡卻想要對方退讓 如今不是團結勝選 恐怕是三個和尚沒水喝 勝選你為定何想台北什麼的